所以出羊帽在水草呢已经慢慢形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唐草 水草呢进入到唐草 这个唐草是佛教的圣事 水草是佛教的圣事 那第一个呢 我们看十三宗之六宗在唐草成立 法相宗 禅宗 禁土宗 华言宗 律宗 跟密宗 这六宗再加上水草成立的七宗呢 总共是十三宗在中国成立了 那这十三宗呢 地论宗 社论宗 它是并入了 其中的